字幕提供 我剛講性別也是我們對自己的框架 OK好 來所以你會想像一個男性的人格 具有你自己所有的那些能力 也特別強調你所推崇的那些特質 而這個想像出來的上帝來請化現 想像出來的上帝是隨著世代而改變 反映出人類對他自己想法的改變 來各位 所以我不認為教會或基督教 或你們認為的佛教的佛是具有代表性的 對不起我不認為 我不認為 各位他只是我們想像出來的佛 所以我得告訴各位很多寺廟也好 學佛的也好 他在學他想像出來的佛 教堂也是教會也是 那個上帝根本是被人塑造出來的 所以上帝是被人塑造出來的 上帝的形象是被我們塑造出來的 你們誰告訴我那是真的上帝 你敢告訴我那個是上帝嗎 你看過上帝沒有 你憑什麼跟我說那是上帝 等一下我會講 多少歷史以來多少戰爭假上帝之名進行 你的上帝是你的上帝跟我的上帝一樣嗎 你憑什麼說你的上帝是對的 各位聽懂得沒有 你憑什麼說上帝這樣說 每個說上帝這樣說的人 你都給我去吃大便 上帝跟你說過沒有 各位聽懂得嗎 胡假胡威啊 所以我們很多我們認為的佛 認為的上帝 對不起是你想像出來的 各位你自我面對了沒有 你的佛跟我的佛一樣嗎 你的上帝跟我上帝一樣嗎 所以整個宗教 他是在崇拜我們 想像出來的上帝 各位對不起 那跟Hello Kitty是一樣的 對不起我要講那也是一個商品 那也是一個權力的 機構 那是一個權力 當然我覺得這是上帝說的 你們所有人都要聽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是人的自我的放大 人自我的放大 所以這個想像出來的上帝 隨著世代的改變 反映出人對他自己想法的改變 上帝被看成是殘酷而有威力的 這也是主要在講舊約 舊約裡面的耶和華 你只要他不高興就把你 烤成BBQ 舊約裡面的上帝 耶和華是殘酷而有威力的 而當人相信這些是他們想要的特質 尤其是在為他 當他在為生存奮鬥的時候所必須的 因為他對這些特性 又羨慕又基督 於是他就把這些特質 就是投射到他對神的意念上 因此我們按照自己的意念 鑄造了我們對神的概念 各位 你想像出你沒有 而且最需要的特質 好我就記得巴厘島 有去過巴厘島嗎 你知道巴厘島 崇拜很多神嗎 包括每一個門都有神嗎 來巴厘島的神都長什麼樣子 像鬼怪一樣有沒有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很簡單 巴厘島的人很膽小 他們要有一個 很兇惡的神來保護他們 明白了嗎 那是他渴望他所擁有 卻沒有的特質 各位 就像如果你是個越懦弱的人 你希望你身邊出現一個越強壯的人 來保佑你一樣 來保護你一樣 所以 我們對自己的意念 來鑄造了我們對神的概念 所以早期的人類 因為他對於生存的恐懼 對他想像出來一個 強而有力的神的概念 我們不要講神 包括各位你們最喜歡看的漫威的電影 包括超人 鋼鐵人 還有雷神索爾三 看了嗎 有 很好笑對不對 各位 他都代表了什麼 人對神的概念 都是什麼 永遠青春不老 不會死啊 怎麼打都打不死啊 對不對 再來呢 永遠無窮盡的威力啊 力量啊 有沒有 包括那個雷神之錘啊 可是縱使 是雷神索爾 他都在講 新時代的概念 可是他那個鐵錘 不是被他姐姐捏碎了嗎 對 那是他的原罪嘛 他在講聖經的故事 你們知道嗎 講 該影跟亞伯的故事 對 爸爸利用姐姐 血腥的雙手 征服九大國度 最後變成一個仁慈的國王 抹滅掉過去 對 雷神的姐姐啊 雷神所有的姐姐 最後 雷神的那個 雷神之錘有沒有 就被姐姐捏碎了 他整個信心就崩潰了 最後來 爸爸告訴他 你的力量不在那個鐵錘裡面 你的力量在哪裡 你的性命 各位 這就是一個核心信念的轉變 你的力量並不在那個雷神的錘裡面 那個鐵錘 他只是對你內在力量的外在提醒 是啊 神跟佛 只不過是你們對內在自己的外在提醒 各位 後來 雷神索爾 終於有一個核心信念的轉變 原來力量不在那個 他的錘子上面 力量在他自己 所以後來他自己就變成那個鐵錘了 自己會 控制 閃電 可是最後他也必須瞎掉一隻眼睛 來作為他原罪的償還 跟他爸爸一樣 好啦 所以人按照 自己的意念 鑄造了我們對神的概念 而在一個不可想像的多次元的實相裡面 對神的古老的概念 相對就沒有意義的 甚至這個名詞 至高的存有 本身就是扭曲的 那各位至高就有至低啦 就有階級啦 所以至高的存有 所以有時候 為什麼我很不喜歡 很多學心靈的人 在裡面 在那邊講大我小我 我說你在做階級鬥爭這樣 啊我的高我 你到底多高 我是討厭你在講高這個字的 明明知道我不高你還說高 你什麼意思 你找我麻煩這樣 我的高我 你到底多高啊 我都不喜歡講 我的低我 今天告訴我 要去吃個燒餅流條 我的低我 跟我說 今天要去推廣賽斯心法 我不喜歡聽我的低我的聲音 我哪有什麼高我 我都不高我 哪有高我 各位 你搞階級你知道嗎 又在搞分別了 怎麼大我小我 高我低我 你多高啊 你很高嗎 各位 你有高我居然是你很低啊 那當你覺得你有高我 那別人都很低啊 各位明白了沒有 就像高高在上的上帝 那什麼東西嗎 你等一下會看賽斯講 賽斯 上帝在哪裡 在一隻青蛙裡面 在一坨大便裡面 佛在哪裡 佛在一坨大便裡面 佛在一片池塘裡面 佛在一個杯子裡面 各位聽懂了嗎 所以你做這麼多的區分 什麼是節淨的 什麼是節 什麼是不節 有沒有 各位你還這麼愛玩對立啊 你腦子壞了 聽明白了嗎 哪有這麼多節淨跟不節淨 哪有這麼多高我跟低我 沒有的 我們喜歡搞區別 各位明白了嗎 所以賽斯講 連至高的存有這個名詞 都是扭曲的 因為我們會把很多人性的 種種品質投射上去 而賽斯說 如果我告訴你 神是一個意念 神是一個意念 因為你不了解在其中的意念 具有實相的那些次元 你也不了解意念的 能創始跟推動的能量 你不相信意念 就像一個物質一樣 所以如果我告訴你 神是一個意念 你就會以為 神是不真實的 混沌的 沒有實相的 沒有目的的 沒有具體的動機 的一個行動 可是 來 再次再開始解釋神囉 可是 你的肉體 其實就是 你對自己的意念 在物質特性之內的具體化 來各位 這句話請畫線 所以為什麼我常講 越喜歡自己的人 健康會越好 今天你是好人 壞人不重要 你現在做很多好事 因為你覺得你業障深重 今天你是一個壞人 你卻覺得自己是很棒的人 哪一種人身體會好 當然是壞人 所以你越喜歡自己的人 你的健康會越好 你覺得你是一個很棒的生物 記得嗎 你覺得自己是一個很棒的人 對 各位 比如說胖不是病 當你覺得自己胖得很可愛 你怎麼會有病呢 當你越喜歡自己 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好的人 你的健康就會越好 你今天做很多好事 試圖做很多好人應該做的事 可是因為來自於 你覺得自己不好 你才要當好人 你當然健康不好 因為在你內心深處 你討厭你自己 你不喜歡你自己 各位 在你內心深處 你討厭你自己 你不喜歡你自己 所以你努力想表現出一個很好的自己 所以我常講很簡單的道理 你覺得自己很好 你的細胞就會覺得他們很好 然後他們就會很健康 不論任何情況之下 你越自我否定 你越覺得你是失敗的 你越覺得你不夠好 越覺得你是糟糕的 它一定反映在你的什麼 肉體形象 它一定反映在你的肉體形象 你吃什麼都沒有用 你吃什麼都沒有用 是 來 我們再往下 好